欢迎收看《港清港楚》 新冠疫苗星期五开始就会有得打 外界对于疫苗的效用 或者可能出现的副作用都有不同的讨论 自己又是否适合打 或者打哪种都有不同的疑问 我们今天就请来政府专家顾问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慧 来和我们谈谈 卓檐早安 你好 我们见到星期五已经有科兴疫苗 刻意来复来 可以是打得浸 不同的一些外界的讨论都觉得 之前的一些临床测试 好像数据 那个基数好像都不及得一个大型接种 几百万几百万的人数去比 究竟那时候出现的一些副作用 或者效力能不能够作准 我们是否可以安全地打呢 所以我们要看回其实不单止是第三期 临床的数据 第三期之后其实都已经是打了好一大群人的 如果你说看回现在我们是即时会是 在香港有接种计划的两只先 首先说说就是比如你说科兴这一只 其实看回数据直到一月底的数据 看打了六百多万人的经验 大概如果你说真的有一些非常之严重极过敏反应 我们叫做anaphylaxis 或者口肿面肿 喉咙都肿 呼不住气这些这么严重的反应 其实说的是每一百万大概是一个 这个就跟其实一般的疫苗都是相约的 所以就不会有一个额外的风险 如果你看回另外一只 也都可能在再过一个礼拜来到香港 这个BioNTech BioNTech的它其实是打了九百多 差不多一千万 是在这个经验发布了 也都在两个礼拜前在美国的JAMA 这个期刊发布了 它打了一千万的经验 见到那个的严重或者极度的反应 是大概是每一百万个是4.7个 所以它是事实是高一点的 但是你说是否完全不可以接受呢 这个不是 因为你说的是每一百万剂量 才会见到无论是一个多些 或者是4个多些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见到 那个所谓最红线的一个基数 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减到最低 但不可能是零的 任何疫苗或者任何药都不会是零的 这个第一 第二就是如果你说看回 比如BioNTech 为什么它会高一点呢 大家科学家全世界现在都觉得 可能是跟它里面有一个叫PEG Polyethylene Glycol 这个的添加剂是可能有关的 而这个添加剂PEG或者PEG 其实它在很多药物都会采用的 比如你去照大腸镜那个射药里面都会有 一些胃药都会有 甚至一些抗生素都会有常用的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如果是打BioNTech的市民 要看看如果有很多药物过敏的反应 或者是有严重的烤喘或者严重敏感的 这些可能真的要去问一下医生的意见才好去打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谓最极端的反应 其余的副作用 这个就不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反应 其余的副作用 比如针口痛或者是它打完之后 尤其是是比如你说BioNTech这个德国的疫苗 打完第二剂有不少人都会觉得有微笑 甚至有些发冷或者是一些作感冒的症状 所以最好如果你说你选择打这种疫苗 你打第二剂之后那一天甚至两天 你都尽量可以留在家里或者休息一下 但是很快十二夜四个小时之后就会没事了 那这些就是我们要去衡量 大家关心就是那个比率 就是刚才说到就是说可能在现在世界不同的国家 都有打到这两款的 复兴疫苗和复兴BioNTech的疫苗 但是就是在那个几百万人面会出现一两宗的话 大家都会担心就是都始终那个或然率是看下去 在香港如果说我们大规模接种几百万人 分分钟有机会都会出现一至两宗这些这样的 严重的过敏反应或者严重的副作用 会的 这个是大家都会知道任何的药 任何的疫苗都会是有这些反应 所有的药都会有风险的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要公开透明看数据 所以我们现在看两只疫苗都不是说只是看它做了几万人 那个第三期临床测试 是看它已经打了 比如说 刚才我说科兴是看六百多万打了的人的经验总结 而BioNTech是看一千万人打了的经验总结 这一个就看得到 就说 告诉大家 平时大概每一百万人又会有一个 这些很严重的反应 不会是零 但是看得到一个就是一个或者一个多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4个4.7个 这样 这个就是如果你说香港750万人打了的 你都会预计是会有单位数字这些个案 所以这些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在疫苗接种中心 是要等三个字至到半个钟头 如果是有什么事干的 立刻是会帮你去做这个急救 是送去医院 那这些在外国都会是这样做的 现阶段就知道 就是我们有买的其中两种疫苗 一只就是科兴的已经到了 另一只就是复星BioNTech的就快到 我们分别说是这两只 就是最近的讨论都集中在科兴疫苗上面 其中有一些的说法就是说 疫苗其实世卫都没批准的 香港就已经开始打了 会不会是对于这个评论上 专家怎么看呢 是不是一定要等到世卫先呢 我想大家要明白 針药不只是说今次新冠疫情 所有的針药 其实世卫不是做药物审批的工作的 为什么今次会这么特别 世卫有一个特别重要 或者吃重的一个角色呢 第一是全球都不是 从一个正常途径去审批针药 因为它是紧急使用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世卫是会牵头 它有一个叫做全球的新冠疫苗的 共享机制COVAX 它究竟是会不会纳入COVAX计划 去派给不同的国家 它就要经过世卫这个审批 所以大家要明白 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第二就是 其实在世卫的审批里面 它是让它进不进COVAX 而譬如你说英国 那个AstraZeneca 阿斯利康这个疫苗 都是上个礼拜 它才是审批了 批准世卫 大家都有看到新闻 但其实它在英国 或者在欧洲 在美国 其实它已经打了整个月 甚至没有两个月 所以不会说是世卫 是不是审批 就是会令到 那个安全性 或者有效性 是承移的 这些永远都会是 自己本地的当局 那个国家去决定的 另外 就是复星Beyond Tech那一只 大家一直听的版本就是说 一定要是极低温雪藏 就是说是摄氏零下70度等等 最近有些药厂提供的数据都说 其实一些冰箱已经是足够 它可能多放一个月的了 会不会都影响到我们现在 香港接着去打这种疫苗的部署呢 香港来说其实我们就一定是做到足的 就算你说放普通冰箱 负15至到负25度都OK 我们都会摆负80度的冰箱 香港是有条件这样做 两个原因 一我们比较富庶的地方 我们买得到这些雪柜 第二就是香港的电网 是比较稳定的 就是比如你说你看美国 德萨斯州 全省都是去停电 如果我们没有停电 电网也是巩固的 也都是买得到这些的 我们一定是就算你说你雪负20度OK 我们都会雪负70至80度 所以这个对于香港自己的部署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反而就是说 究竟我们是这两种疫苗 我们其实不是说看它有没有雪柜 我们不是一些的发展中国 我们反而就是看一下 究竟知道了安全性的比较 究竟它的有效性是有多少 还有大家自己有不同的心目中 有一些考虑 或者自己的个人的医疗史 都是要去帮你决定 究竟去选择哪一种 除了安全是打不打这些针的考虑 大家都有一些讨论 就是关于有效率 最近一些讨论就是说 看到两种疫苗 接着即将有得打的 科兴的就可能是去到五成 大概左右 保证的话都可以去到六成 然后就到Beyond Tech那种的话 可以去到九成 就是大家就可能纯粹 从那个疫苗的有效率 去这样比较的时候 就觉得似乎里面有一种 是比较优性的 是不是不可以直接这样比较呢 是不是不可以将那个九成 和那个五成去比较呢 如果我们是最严谨 在科学上面 我们做所谓叫head to head comparison 这个才是最可靠的 即是说你是在同一个三期临床研究 大家是有不同的做法 一种是打科兴 一种是打Beyond Tech 一种是安慰剂 那你三个head to head comparison 这个是做到最严谨的 但我们其实在现在这个所谓 紧急应用 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但是我们会做的就是说 可以见得到你是安慰剂对Beyond Tech 安慰剂对科兴 我们这些见得到了 而两个数字都会是可以给我们比较到 大概预计我们是哪一个所谓的有效率 可能是比较高一点 这个第一 第二就是说这个有效率 其实你是除了看现在的数字 也都是要留意 也都比较少人去说 是一些所谓变种病毒 变种病毒如果你说的B117 在整个欧洲 其实已经差不多 是有五成至九成 都是这个变种的病毒 如果他万一来到香港 那究竟这两个疫苗 哪一种可能会比较 可以抵御得到多一点呢 另外就是在B1351 就是这个追赛南非发现的那个 又会是怎样呢 所以我们去看这两个疫苗 都要看它对潜在这个变种病毒 尤其是如果你说真的可以飞回 有限度地飞回 那个不要说旅游 商务的旅游 你都可能是要看这些 所以也都是你自己个人接种 也都有一个考虑 这节先期到这里 稍后回来再讲清讲错 继续讲清讲错 我们和港大医学院 远远张梁卓卫教授谈一下 上一节就讲到 疫苗的有效率之间 可不可以做一个比较 大家公众看来就觉得 有一只可能是去到九成的 有一只去到五成的 选择是否应该要选择 是保护率高一点的 来比自己接种呢 应该怎样考虑呢 除了说看那个有效率之外 那个有效率我觉得是有参考价值的 虽然不是去到最严谨的一个 所谓head-to-head comparison 但是你说如果你看那个变种的病毒 我们也要参考那个所谓的测试 这个在实验室有做过测试 临床还没有这个数据 即是说我们看得到各个不同的疫苗生产商 他都会去打完疫苗之后抽一些 已经接种了疫苗两剂疫苗的血清出来 接着拿去实验室去做一个比较 如果你说看回比如BioNTech这个 其实他在上个礼拜 刚刚在这个New England Journal 是出了他的结果的了 那个结果就是说 如果他对B.117 即使现在在欧洲已经差不多 全部已经流行得很紧要 那个变种病毒 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他是对南非B.1351 这个病毒株其实他会跌了六成的 他那个所谓的那个抗体 但是跌了六成也好 他都会有效的 不过就是可能会比起 现在你去看他那九成半的有效率 可能会低一点 如果你说看科兴的 其实他都会上个礼拜有 经过外媒出了一些的结论 他都有做同样或者类似的实验 他看得到就是说 其实对于B.117或者B.1351 他说都是有效的 但是他就没有直接去说 他那个数据是有多少 这个我觉得看回有待发表之后 也都可能是有一个参考价值的 所以尤其是如果你说 你是看来近这半年或者一年 其实你说无论我们那边防守得多紧也好 可能因为这个B.117和B.1351 这个病毒株 其实它的传播性是比起我们 现在流行的病毒株是会高五成至七成的 所以这个就会令我们比较担心 亦都是疫苗选择都要去涵盖它 除了就是说对于病毒株的有效力 是不是和整体的有效力是相匹配 大家都会留意到就是数据出来的时候 有些是说重症的保护力 又和可能是不同年龄层又不同 那个是怎样理解呢 就是有一些疫苗可能是它本身是 整体保护率可能只有五成而已 去到重症是百分百的 而我们也都见到有些的疫苗是说的是 年纪越大的保护效率好像越高 那样应该怎样选择呢 就是市民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 年纪越大会越高呢 其实就不会是有这个现象的 通常疫苗年纪越长的人 它会对于产生免疫反应 它是会比年轻子女是会差一点的 第二就是说你看回会不会是一些重症的 它真的可以保护到你 这个是真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第一代 无论你说科兴好 BioNTech好 或者是阿斯利康好 它不是去保你不感染 它最主要都是保你不会大病 或者不会重病 或者不会死亡 所以如果你说你看这些数据 在BioNTech是看得很清楚了 在科兴呢 其实它的最初步的数据 都是同样给得到这个讯息 但是它那个95%的 那个自信的上下框架 上下限的下限 世卫规定是要三成的 它就不到三成 而最主要就是因为其实它未累积 未累积救那个症 所以这个我们看得到 应该它都可以做到同样的保护率 不过如果你说我们最开始由九成半 可以无论是病毒株好 或者是一些年长一点的好 它是慢慢慢慢会是要打折头的 如果你是由95%打折头打下来 可能你会有多一点的空间 给你都会是有信心 无论你看是不同年龄群 或者是它是不是可以帮你 是完全不受感染 都会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的空间 是走赚 不过也都会是有多一点的副作用 和那个所谓的很极端的过敏反应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衡量了 刚刚你讲到就是说 目前我们已知可以打的两种疫苗 其实它防止的是一些重症的出现 感染之后的病征可能没有那么厉害 没错 就不是防止一个感染 其实这个打疫苗 达致这些目标的概念 在不同的疫情阶段 是不是都不同的呢 就是现在香港 其实稍为压低了疫情 是不是对于打针 导致它将来感染的时候 没有那么严重的病征 可能需要是比起一些 在爆发的时候是不同的呢 其实如果你等到它真的在爆发 你才再来打 你是有一个滞后 大概是一至两个月的滞后 因为你记住 打第一针和打第二针 如果你说的是科兴是28天 如果你说的是BioNTech是21天 如果你说的是英国阿斯利康 是说的是12周 即是三个月 所以你有一个滞后的情况 最低最低限度 你要等第二剂之后的两个礼拜 才会有完全的保护力 所以你说的是你做得来 可能到时说疫情又是来 第五波第六波来 你才个个去涌着打 第一太迟 不会即时保护到你 第二可能排长龙 未必够疫苗的供应接种 所以大家其实是防患未然 真是说 如果是排到你那个组别的 尽快尽快去打针 港大医学院 即将来都会营运其中一间的 疫苗接种中心 会不会有些研究在那里做呢 即是当大家外界觉得 那些数据好像不是很足够 外面打针的人 在临床试验的时候 数据都不是很多的时候 本刚会不会自己做一些研究 会 我们其实都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专家 都会为市民去做好把关 因为第三期临床的数据 都是有限 所以说我们都会看回实际的经验 第二就是说有些群组 其实是在第三床临床的数据 是未有得很清楚的 譬如小孩子或者青少年 那究竟他们应不应该打呢 或者他们打了反应会是怎样的 这些都会做 第二就是说在成人的组别 尤其是在一些优先的组别 我们都会看回 究竟是否真的有些过敏的反应 如果是是怎样的原因 究竟安全性是怎样的 我们如果是以数百万人计打了之后 我们会不会如果看到有一些 一些的所谓signal 是否在这里我们是未曾经见过的 这些我们是否应该要特别留意 这些我们全部都会做 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接种中心 都会是自愿性的 当然是希望帮市民是会 再去把多一重关 看得清楚些 会怎样追踪呢 市民来到如果我说 自愿去参与这个研究计划的话 我们其实有四五个不同的研究计划 所以每一个都会是一个不同的目标 这些我们会在我们真正的接种中心 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会广泛去给资料给大家 希望都是帮大家去做好信心 还有让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都会看得很紧 疫苗接下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问的就是 究竟自己适不适合打 你自己又怎样呢 接下来疫苗就到了 你会怎样选择呢 我一定会打 也一定会第一时间打 因为我觉得是个道德责任 如果既然港大医学院 是去帮忙去做接种疫苗的工作 也是有一个接种疫苗的中心 我会是第一批会去做 而我觉得这个 如果我能帮别人去打的 我一定要自己去新鲜事出先 是吧 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第二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专科 都是做环球公共卫生 所以无论是在世界 过去这十年八载大的疫情 都会是要跟世卫去出差的 早在2014 15年 在西非伊波拉病毒的时候 我去了西非 那时候都是要去做出差 去年二月也都跟国家和世卫 是做了第一个联合专家组的考察研究 所以其实如果我是要去继续做 这个环球卫生 我也都是要去接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责无庞态 政府官员就说应该尽早打 就是他们下个星期都会打科兴 为什么会等到自己的中心营运的时候 才再去打呢 我其实觉得很简单 就是如果我帮别人打那只疫苗 我一定自己会打同一只疫苗 这个我觉得很简单 第二就是正如我所说 香港可能守关系守得好 不会有外来的病毒株 或者变种病毒株 但是当我是要去做出差 要做这些工作 我一定是要考虑那方面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 估计疫苗接种 就是反应会不会都很好 还是好像现在市面都好像 不是很愿意去打 我希望会是反应是好的 因为疫苗呢 如果你是做得多接种 你可以第一保护自己 第二是保护家人 第三就是说 你也是逐渐会可以有 部分的社交距离措施 是可以会慢慢去收回 好 今天先聊到这里 多谢上来说声说错 下次再见